大家好,我是Daddy 今天要解说 奇幻日巨之世界奇妙物语 2016春季篇的第四个故事 自立问答大叔 故事开始 男主角正在参加一个猜谜比赛 他答对了 耶,他成功成为了第一代的猜谜大王 奖励是100万奖金 还有一个奇怪的附赠一年份的猜谜 得到这笔奖金后 男主角的生活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一样每天吃着他最喜欢的肉饼 叮咚,有人敲门 哈,有一位穿着小丑装的大叔站在门口 还没等男主角反应过来 大叔就问他 这世界上谁最帅 男主角下意识就回答 是呆呆 回答正确 大叔就拿起材质往上丢 男主角以为遇到了傻佬 立刻把门关起来 这时他想起了猜谜的奖励 难道这就是那个奇怪的附赠一年份的猜谜 他拿出猜谜比赛时 签署下的合同 Ganina果然就是那个 而且这个奖励是不可以拒绝的 What the 隔天早上他正准备去上班时 大叔又出现了 吓得他一个惊慌失措 他没理会他 就去上班了 回到公司 男主角因为业绩垫底 遭到了上司的毒骂 同事们也非常瞧不起他 嘲笑他 只是会猜谜 什么都不会 下班后 男主角一如晚常的来到 女主角的肉饼店买肉饼 其实 男主角一直在暗念女主角 而女主角看起来也很喜欢他 就在回家的途中 大叔又出现了 又吓得男主角一个惊慌失措 大叔问了他一个问题 王家去坐持 收录在Beyond发行专辑 秘密警察的那首主打歌是什么 男主角回答 黑粉嘞 回答正确 男主角又想了想 难道他真的喜欢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搞得他那晚彻夜难免 脑子里都是女主角 连买回来的肉饼都不舍得吃 他打开窗口 想要偷偷气 才发现原来下雨了 他看见大叔 蹲在门口淋着雨 他起了彻影之心 将大叔带进了屋里 他问大叔为什么会做这份工 但是大叔没有回答 隔天 男主角要出门上班时 他把钥匙交给了大叔 还约定大叔 他下班回来时 在一起玩猜谜游戏 就这样 两人不管是晒衣服的时候 冲凉的时候 还是零睡前的时候 都一直玩猜谜游戏 慢慢的 男主角的业绩 开始有了起色 今天 他终于鼓起勇气 向女主角提出约会 女主角相约他 到他晚上做part time的夜店去唱K 男主角问女主角 为什么会在夜店做工 女主角说 由于前男友 签下一堆赌债 还把债务推给他 他没有办法之下 只好下海 当陪做女郎 男主角得知 女主角签的数目是200万 于是他恶话不说 重去银行 按了之前财迷大赛 赢回来的那100万 他将那笔钱 给了女主角 还顺便表了一个百 结果 一名服务员走了过来 告诉男主角要关店了 要他缴付账单 什么 干你呢 唱个K 要30万 男主角看着女主角 他竟然没有反应 原来他被骗了 他被店员打了一顿 幸好这时大叔赶到 将他抬了回家 后来男主角 因为业绩实在太差 被公司炒鱿鱼 他开始四处寻找工作 可是没有公司 要聘请他 原来是30多岁的他 什么才能也没有 只是会猜谜而已 找不到工作的他 开始心灰意冷 他把一切都怪罪于猜谜的身上 回到家 他想要将所有 有关猜谜的东西都丢掉 这时大叔就问他 第3888 呆呆的精神是什么 男主角回答 搞啊搞 回答正确 讲笑的啦 呆呆的精神就是 不管你跌倒几次 都要能够爬起来 很快的 一年的时间就到了 大叔向男主角发问了 最后一个问题 呆呆开了一个新网站是什么 男主角答 呆呆doatmoney.com 回答正确 大叔就离开了 大叔离开后 男主角的生活也恢复正常了 他找到了一份 可以保他三餐的工作 一天 他放工回家时 电视机播着 第二届猜谜大赛的节目 就在这时 男主角的眼泪 不禁掉了下来 而且还丝毫大哭 故事结束 看完这故事 我想 导演应该是把这故事中的大叔 比喻成我们的梦想 曾经何时 不管吃饭 冲凉 还是睡觉前 又或者是经历了人生曲折后 我们都不曾忘记的东西 时光飞逝 当繁花若尽时 我们是否还能记得 当初那颗祝梦之星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